粉紅、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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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們千辛萬苦總早上幾點就來啦 早上七點就出門 九點搭飛機 從末北一直到Brisbane兩個小時 然後這兩個小時 然後再一個多小時到 這裡是什麼 Y Sunday 然後再搭30分鐘的計程車 踩到了這個無敵海景套房 這個住宿很酷耶 你可以看一下外面 它就是很像迷宮 我們剛剛走來的時候 一度就是找不到自己的房間在哪裡 然後進來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套房的概念 有廚房 然後過來過來過來 廚房到了 然後這裡是客廳 客廳旁邊還有一個泳池 跟大家say hello 不會啊 這一排的套房都是有 海景的 所以你可以看外面 你看這外面很美喔 小心水 你可以直接就看到海景 海很美很難 但是我覺得這廚房也有點被 樹擋住了 好進來 還沒到房間 咻 這套女房間的房間有一個 你要說很酷嗎 還是很匪夷所欺的設置 登啦 有沒有看過床旁邊 是雨桿啊 哈哈哈哈 它完全沒有門 完全沒有門 完全沒有門 所以洗澡就要在這裡洗 然後洗完就直接 躺平了 然後你看這裡 它整個廁所是開放式的耶 有點妙 這設計實在是讓人太害羞了 快 第二天早上 我們要來搭船 其實還沒有去海綿島 然後剛剛在等船 然後我們現在要搭這個 大概是一小時的車餐 啊 船程 我們剛剛都已經先吃好雲船藥了 因為我們怕會餵一海豚 我們的船 好 Reef Adventure 天的天氣有點灰灰的 喔不 誰是在曬王 Yu 我們一個小時的船程 到了漢米爾頓島 我們剛剛是搭這艘船來的喔 漢米爾頓島是聖林群島 74個島嶼裡面最大的一個島 然後島上有很多 獨家村啊 動物園啊 然後它的島上只有兩種交通工具 一個是 高爾夫球車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另外一個是什麼啊 公車 這裡還有什麼貓眼沙灘也是非常有名 然後我們就來看島上有什麼 好玩的遊樂設施喔 遊樂設施就是有什麼度假行程啊 GO 它那個海都是藍的耶 很藍耶 很美喔 好像希臘的海 對阿 高爾夫球車 就是要來租那個高爾夫球車 整個島都是高爾夫球車 整個島都是高爾夫球車 登登 我們經過兩個小時的無所事事之後 搭了公車 來到了 哈密爾特島的制高點 這邊有個view 然後下面那邊就一整區的villa 那個叫做 Q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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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都會有好萊塢名人 包下一整棟villa 然後住在那邊 等一下可以過去那邊看 但這裡如果要來啊 那個 Bogi Bogi 一定要先預約 因為我們就是沒有預約 所以 完全就是沒有了 雖然旁邊還是挺很多 他不讓我們租 然後如果要跟五尾熊拍照 還要32塊錢 然後他也不是讓你抱 他就是五尾熊在那邊 他就這樣子燒他一羊 他就會 醒來跟你上點照 也很像 這天氣跟台灣超像的 就是濕濕 就很熱 他走來是頭墨本一票 太熱了 發賽特賽 不要來 呼呼 我的肥 這才是湖中小木屋 他自己也一間 噢 一個島上就開了 他是島主耶 養戶耶 我好像是一個 在島中迷路的兩個 香巴佬 有一個香巴佬 還戴著帽子跟眼鏡 穿著襯衫 貓眼沙灘 我們現在在貓眼沙灘 然後就是廢了千辛萬苦的上來 這個開壓 你看這邊 這棟飯店很大耶 我累了 輕鬆 不知道水下是什麼顏色 我們在 我們臉去哪裡 我都忘了 看 其實對神明島 神明島的印象 真的是 就是 租車也租不到 然後又好曬喔 然後 我們早上坐了一個巴士 到了一個路告啦 對 下來之後 熱得半死 真的是 熱到快發瘋了 我們在走20分鐘 上坡下坡這樣子 從山頂走到山下 後來幹嘛啦 後來去海邊玩水了 好 在我們還有租個那個開壓 在那邊玩30分鐘 但他那邊有一個比較酷的設施 就是他那個游泳池 有一個是3公尺深的游泳池耶 而且他有一點海水是鹹鹹的 我覺得那個還蠻不錯的 但就是 3公尺有點可怕 但是某人可以直接潛到最底下耶 他 他可以潛到最底下 這樣 對 如果真的要玩那邊久一點 應該就待一晚 不然就是要訂到高級飯店 就是住一晚就好了 就比較適合 用飯店設施 然後就不會太匆忙的結束 然後一定要訂Buggy 就是那個高爾夫球場 對 三天前喔 那個是72小時前要預訂 好啦 我們現在要去覓食啦 那就我們第二天 給大家看看風景啦 掰